接下来真的是松一口气 因为疾管局表示国内首位H7N9确诊病例 当初跟他接触的139人都已经满了自主管理器 还好都没有任何异常 倒是有媒体详细爆料个案的病情 疾管局表示必要时会祭出传染病防治法 杜绝媒体外风 周开媒体封面大大刊出台湾H7N9的个案照片 病例家属向疾管局抱怨 不希望媒体侵害隐私 疾管局也警告依据传染病防治法 可以对该媒体依法开罚 个案的一举一动都被详细报道 疾管局强调感染来源都没有具体证据 疫情指挥中心更没有指称 该病例是在高尔夫球场感染 由于证明境外移入首例 曾接触达139人 根据后续追踪 全数已经自主健康管理期满 包括三名曾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的 医护人员也都排除感染 这个病例的话 那目前还在医院 由医师来提供他医疗服务当中 那我相信医师都会很尽力的 来照顾他的状况 那目前还在医院照顾当中 外传个案一度命危 疾管局出面重生 目前病例还在接受治疗 派媒体误过度渲染 以免对家属造成伤害 也造成恐慌 优电TV你的月佳妮台北报导